中国男性秦浩近年出演多部犯罪推理作品 惊奇在新剧三大队中饰演热血刑警 却意外成为街下囚 这个角色很考验演技 也让他罕见的憨苦 而老婆伊能静深深了解他的辛苦 还在微博发出长文力挺老公 伊能静笑称 看过老公的班很多次 但秦浩在拍摄隐秘的角落时 对剧中的老婆一脸阴沉 下戏后看到自己的老婆女儿 眼神马上变得温柔 让他瞬间觉得很可怕 感觉随时都会被老公推下山 还曾在深夜时分偷偷拔老公的头发 想确认是不是假发 逗趣举动笑翻网友 此外秦浩先前拍摄漫长的季节 为角色增胖 原本以为老公没办法再瘦下来 却看着对方只花了五天瘦了一圈 还踢了平头说要拍坐牢的戏码 秦浩忽胖忽瘦的体重 忽多忽少的头发让伊能静感叹 嫁给一个角色多变的男演员 让他的人生像是奇幻旅程一样 也期待老公在未来能有更高难度 更细腻的演出 开心直呼身为粉丝的他 因为老公丰富多样作品 而感到非常幸福呢